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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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市場 我自己覺得是悶 一個悶字 而且都是試過失 18.00 今天應該都收不到在18.00 昨天就好像力抽高 今天都不行 我只覺得是沒有人想買 沒有人想說 這些位置適合 就抽高上去 而經過了今個星期 超級以色洲 其實就沒有了 都是沒有什麼 發生過 你以為會有個大龍鳳出現 大浪 沒有 甚至於美金升上去 其實美金也是今天升上去 因為BOJ開會 日圓散落去 然後其他東西 甚至債息等等 不是變得太過重要 我自己覺得 不單止是港股 我覺得 美股 我覺得要撇開它 幾隻重磅的 一直這樣飆上去 當然是破頂 現在的情況是 大家都悶局 去到6月中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覺得 反而很關鍵 你今天看到 好像就沒有什麼 怎麼動 但是最怕就是 暴風雨的前夕 可能是很正夕的 跟著一下的變化 才是重要的 那當然 看回圖形上 這次 現在來說 比上個星期 更加明顯 真的出現了一個頭肩頂 也都是破了頂線 那 我們始終都要尊重的 就是圖表上的技術形態 我們都要尊重的 就是假如這個情況 真的成立了 下個星期都不能夠扭轉劣勢的話 那就應該 那個市場 就要向下走的 當然 你說 是向下走 一兩個星期 還是其實真的已經玩完了 現在都還不知道 但是起碼我會覺得 向下走一兩個星期 去到月底的機會 就大了 因為 亦都是 confirm 了少少 就是說 這個月 六月份 都似乎是 淡倉主導 這樣的情況之下 唯有 再去下面看看 試一下位置 初步 你250天線 就17,600 另外 還有頭肩底的頸線 就是17,200 沒錯 這兩個關口 就希望 不可不失 如果失了 就糟了 失了 我也在怕 死了 是不是因此而 這陣子就是 今年的頂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過未到 就不知道 但希望就不要 好像這兩個星期這樣 我發現 這個星期又下了一級 之前是上一個星期又下了一級 今個星期又下了一級 是 他是悶悶悶下 但是下了 每個星期都下了一級 你可以說 像整個肩 跟著一個頸 就不要再下低 那麽緊要 還有這種下 他又不是一大棍 一天下完 最壞是這樣 他是去吸一低 然後反覆 然後再吸一低 反覆 其實就是 250天線 甚至更低 很危險 肉酸了很多 那當然 現在來講的moment 你說輕舉妄動 襯低吸納 還是斬貨 這些其實我覺得 都不應該進行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稍為走錯邊 站錯邊就糟了 但是你說 做足個保險 風險管理的策略呢 就對的 所以正路呢 就開始要想一下 就是說 用不需要做些淡倉對沖 這個淡倉呢 其實是包括港股 和美股的 但是我相信 如果做美股淡倉呢 應該的效果就會更加好 但是 至少港股呢 你都做定一定的對沖的部署先 至少不要 突然間真是殺穿了的時間 真是穿17,200的時間 那突然間湧一大浸下去 你就很糟了 是 那你就真是 在上面 所有貨物都不知道怎麼辦 是的 買少許保險 現在我們都繼續保持 你不用說 覺得現在很低 可以馬上買貨 是的 未是時候 真的未是時候 未是確認 因為其實指數都欲宣過很多的過股 老老實實 我擔心一些大股呢 頂頂頂頂頂到頂不住 其實有些好現象 都不知道叫好還是不好 譬如騰訊這些 其實是硬正的 是 就是3690這些 尚算硬正 其實他們的樣子是 比起大市是好一點的 好一點點的 只不過是怕他們都頂不住 是 因為之前呢 他們的頂頂頂頂著一些 耐銀 耐險 那些 那些我見到 真是散得幾應一下 真是散得幾應一下 這些你就真是 真是值得害怕 真是值得害怕 甚至有些是差過大市的 是 是 希望就是 那些錢都仍在這裏 沒有說走 如果有跡象顯示 那些錢 由港股離開呢 那就不妙了 真是不妙 因為我們現在先看 價位開始不靈 走勢開始不靈 如果有些跡象是 流動都走 成交開始 縮移一路一路 一直這樣 陰陰落 這樣現象就不太好 老實實 那其實呢 有一個留言 Lam Benny 就說 喂 怎麼會跌啊 那些貨去强者手 那你 你 其實也是在祝辭室說的 貨去强者手 是在 萬五難六的時間 那時候 基本上 我跟你說 大手有基金 有資金賣貨的 那其實 事後 你是證明到的 然後就抽信一萬九千多 但是 你要記住一件事 強者還強者 不是說 真是死渣爛渣的 你去到一萬九千多 如果那時候 我再做反手 你都按回市場下去 下去 又再買過的時間 那其實資金是沒有走 但是呢 就玩著那個波幅 你的波幅要夠才會做的 其實你 升得多 連續幾個月的上升 那基本上 回頭是預算的 就算是入了強者手 他們是拿多了貨 但是 在高位移動的 下回來 又再買過 都是入強者手的 那你沒有理由 竹志室又說 又說這個又說那個 你跟我說三個月前 我跟你說 課入了強者手 和現在三個月後 浪費了 你這樣說 對不對 其實現在還未至於 即是判死的 港股 你講真那句 港股經常都是這樣 還有牛一都是這樣的 是啊 牛一都是這樣的 鎮瘡 鎮瘡 或者做正常的調整 這個正常調整 不是不會下跌的 你又算是 強者手持貨都好 走到急的時間 一樣會震下來的 那 差在就是 喂 這一股 第一樣東西 你看會不會穿14700 那如果不穿的 就又震下來 又買過而已 那沒有矛盾的 這個沒有矛盾的 那你說這句話 其實就是顯示你無知 你完全不懂股票 那你說你做什麼 真的 落入強者手 不代表市 不會回 記住這件事 那現在 你講真那句 又這樣說 今年的低位 確是14794 你自己去想一下 今年的低位 是不是這個位 如果不是 那其實 當然你說 破了這個位 這個低位 那你 你說 轉樓市 應該理論上 就不會下回 起步點的水平 是啊 對啊 那你這個 現在還不知道 這麼遠 是啊 你說 你說 就算調整下去 穿17,200 再下去 啊 萬六 都 都沒有穿 不是說 轉勢的 不過調整多深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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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人就說 喂這個 調整下去 是不是預視著 美股 接下來會很嚴重 所以呢 港股先走了 呢 那我不排除這個可能 但是不是說 百分之百 一定是這樣 嗯 不過呢 你也都有即可尋呢 過去譬如說 美股大跌的時間呢 港股是真的跌了先的 嗯 這個也是個正常的情況 是這樣的 嗯 嗯 美股呢 其實是瞞著你的 是靠著 我覺得 啊 如果你說的道指 其實可以 保持著一萬八千三四五六 這樣在那 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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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它幾條移動平均線 它就抱著了 那究竟 它將會怎麼走呢 暫時呢 都是未知的 但是我見到有很多跟經濟 比較關連大的股份呢 在美國都已經開始 都跌得幾深下 是 那這個我覺得值得 大家留意 美國 其實說真的 我心想 你要看美國那個 未來的幾個月呢 是 全球的關鍵 港股的市場 是美國那麼多 是 就是我自己覺得 它打個黑癡 全世界都應該是很大 一定是感冒的 你不可能獨善其身的 所以美國 是怎樣 你應該是 應該是要想 那裡 比較重要 我有時候覺得 等於羅尚佩打個黑癡 我們都怕感冒 是吧 這麼多 對 對 很重要 對 很重要 沒有一個市場 可以獨善其身 我自己覺得 沒有得免疫 沒有得免疫 雖然 曾經我們在香港 東升西降過 但是 其實只不過 因為美股現在都 標準高 你如果說 這個納子 它都是強的 問題就是 喂 糟了 究竟歷史頂 是不是今年意見呢 和我去斷定 今年 港股底 是不是14,390多呢 嘩 誰比較重要 當然是美股 是不是見歷史頂 你做的決定 比較重要 這樣說 就是現在 美股做到這麼高的歷史頂 稍為有什麼移動呢 其實不會說 對港股沒有影響 差在呢 就是說影響的幅度有幾大 就是 譬如很簡單 你四萬點的道指 現在開始墜下來 假如是跌一萬點的 或者跌到兩萬九的 上次的低位 一萬點的幅度 會不會令港股跌一萬點呢 嗯 不會的 不會的 因為一萬點就是六千點 是的 好了 那究竟會令港股跌多少呢 一兩千點 還是兩三千點 但是你要想 如果港股跌三千點 或者甚至四千點的時間 震撼性都挺大的 影響都挺大的 那你就不可以不防 那你說 也都有沒有機會 美股 不要跌一萬點 跌五千點 六千點 港股 可能不停調整一下 一千多點 而之後上呢 那 這個幅度呢 我又覺得 有可能的 嗯 那所以 其實 究竟這個 美股 真的有頭暈 生氣的時間 對港股的影響 有多大呢 不知道 但是 但是 起碼一定有影響 這個 我就相信的 嗯 那也都 我見有人說 要美股跌五個百分比 都很難 其實 說真的 問心 阿棠哥 你覺得怎樣 嗯 美股 我其實 因為它現在這麼強勢 我反而 也有很多網友就說 你跌過幾個百分比 或者可能 跌過幾千點 它的幅度 都是很小的 論百分比 我覺得可以 不過我現在看的呢 我的關注點呢 反而是 頂位 是不是 是關鍵過 究竟它跌多少 我怎麼知道 它用什麼方式跌 它慢跌也可以 它急插也可以 它倒數 它崩潰也可以 但是問題是 那個已經見不到 是的 究竟是不是頂 是的 是不是見不到 是否重要 就是這個牛三 意見 最高峰意見 是否重要 它日後怎麼跌呢 我覺得是重要 因為這個是將來的大浪 其實 如果以我的感覺來算 就應該像是見了頂 見了歷史頂的了 現在呢 就差在 下那一下呢 運行的模式 究竟是怎樣 就是慢慢跌下 又升下 跌下又升下 還是有個觸發點 令它急速地回度 你記住 不要說5% 道指 10%就是4,000點 其實你說跌1萬點 只是20% 不是沒有可能的 也都是 我剛才問你怎麼看呢 就是說 你有沒有感覺 其實根本 現在的美股 就是已經是牛三 出來了 只剩下是圓結尾的 是啊 其實我就會覺得 所有牛市三期的特徵 已經在美股上面 身上面 做了 不過 只剩下 就說 納指還是牛三 尾 尾水不知道頂在哪 但是道指的情況 就似是已經是牛三了 嗯 回不到上去 它那種雙頂的形態 都幾次 我自己覺得 甚至乎你會見到 有時候 即以前的角落 牛三出現些什麼情況 就是牛鬼蛇神 全部 垃圾都飛得起 那樣的 其實現在美股的瘋狂的程度 在某部分的情況之下 是可以看得出的 例如 比如說 你見到Warn Kitty 一出來 只割起來 你們已經瘋癲了 那你想想 其實在美國 有多少人參與美股 那些散製是超級多 即散戶就瘋狂地去買 你覺得那些大股貴 你去買迷因股 你去炒那些迷因股 你就知道 其實牛三通常的特色都是 眾人都是街股民 眾人都迷罪於炒美股 那現在在美國 確實是這樣 他們都不理究竟 現在的生活狀況是怎樣 是不是零售數字差 滯脹 類似的東西 他已經開始就不理了 不理了 全部雲觀因素不理 雲觀的影響不理 對 炒股有錢 我就可以了 還有 會有很多 無厘頭的東西 都會升 那些消息 那裡 是不是真的對公司利好呢 不知道 但是總之 一有消息就升 測勢 測勢 測勢又升 Elon Musk 投票給他 人工 人工 580億 又升 那這些就是無的方式 所以 真真正正正 牛三的 信號 全部出來了 現在 差在 怎樣的模式 下去 對 以這個方式 就完結了 那個牛三 暫時 都未知 有一個特色 老老實實 是因為市場 錢多 大家做很多 carry trade 老老實實 你看到 Yen 今天 又157點多 出完日本央行 說了 我利率不變 但是我做QT 都散了 日圓 為什麼 他就是 又是戴上頭盔 我會QT 但是 我是 未決定怎樣QT 詳細未知 我下次再談 大家說 繼續玩carry trade 這個party是繼續的 繼續玩 又再借錢炒股 很正常 對 因為錢太多 但是 關於錢多不多 資金多不多 我們要小心點看一個因素 錢多不是表示一定投入股市 譬如說 現在這段時間 這個moment的時間 究竟所謂錢多入股市 是散戶的錢 放入股市 大戶正在走 還是大戶其實 仍然繼續買上去呢 這個我覺得是 值得深思熟慮去看 看清楚這個形勢 當然還有很多信號 譬如說 我們可能是看著的 羅素2000 看看 喂 會不會有機會已經是 跟強勢背遲了呢 走了下來呢 那也是一個 前瞻性的指標來的 所以 不要這麼簡單 就說 看到 納子又創新高了 又創新高了 就以為 不斷地看好 應該就是 看回一些細節的東西 看一下很多的信號 開不開是 一字 還是背遲 如果出現背遲的情況 越來越多的時間 那就要小心了 不過沒有叫你立刻說 沽不沽納子 那些 夾死你都不知道 沒有叫你沽 也都是 先看淡 但是就 不是表示做淡 慢慢等機會來 所以 其實很多 近日都有很多問題 經常問 7568 SQQ 要不要止蝕 又或者是 加不加得住 其實我都一路的答案都說 現在 並不是加住的時間 因為它衝緊上去的話 就是 納子衝緊上去的話 你無謂去擋它 但是 導致呢 就出現了信號 開始似 但是又未破位 沒有 所以不加得住 但是 你現在來說 就無謂去擋它 其實 導致都未沽得住 你問我 它都未穿一個很重要的資錢 37,500 是的 這些位置 穿 你那一下 你捉那一下 那一陣落 那一下起碼一千點 兩千點 快脆了 快脆了 你不用現在跟它磨 你現在這樣沽它 都不知道它每天在 反反覆覆這樣 老老實實 那 納子日更加 你不要搞它 你看一下 那些Apple是繼續創新高的 那麼瘋 收市新高 那麼瘋 你就不要搞 Tesla 我都說 因為牛三 小小東西都很敏感 你已經是夾它上去的時候 你就不要亂來 因為市場的氣氛和情緒 已經是極度亢奮 所以稍為有些消息 無論那些消息是好還是不好 有沒有關係 關係到股價的升 有沒有關係都好 那些人就湧了進去 這樣就自然湧高股價 是 是 這些環境 市場的氣氛 直至到他們餵飽了的時間 那時候就開始跌了 到時候 因為它升得這麼急 我都怕它有些 以一個人產型的方式 這樣崩崩 不過我都未見過 未見過 就不要過分地說 哎 要沽了 納子 真的夾死你 夾到你 沒有錢沽了 到時候 你小心點 不過呢 有一件事 我很想跟大師談 今天我看到這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 是要大家默設 注視著 將會未來 美金的走勢是怎樣的 那就是 沙特阿拉伯 就做了一個很新的決定 就說 宣佈不再續簽石油美元協議 嗯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其實為什麼呢 大家 立即看到很多文章出 會不會是強美元 或者美元霸主的地位 是會終結呢 為什麼大家這樣想呢 就是因為 其實若然 不是因為石油美元協議的話 那裏在說50年 嗯 接著現在最新說不足 就是 因為石油美元 令到美國 它退出金本位 嗯 不散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 真是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呢 如果你說回歷史 二戰之後呢 其實美國經濟都是很差 那當時候呢 那 那 有很多人呢 就個個呢 都在那裏儲金啊 那樣的 那在1944年 那個布雷頓森林 布雷頓森林 是的 布雷頓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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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軍事實力 根本美國的霸主地位 和美金的霸主地位 是由英國拱手商量去到美國 是的 但是呢 去到60年代呢 西德、日本 經濟崛起 美國開始出現了一個 貿易的比較大的逆差 對它是非常之不著數的 接著的債務也是非常之龐大 令到呢 實際美元的價值 一路一路不斷跌了 是 然後呢 那時候呢 美國的總統呢 尼克遜呢 就呢 好單方面 自己自把自為 取消了黃金和美元的兌換 標誌著布雷頓森林 會議那個協議呢 根本位呢 就正式是告中 是 好了大家就說 死了 那美金不就急跌 那他就找了一招 就是呢 跟當時世界最大的產油國 就是沙特阿拉伯 簽署了這個50年 為期50年的石油美元協議 就是1974年 6月的時候呢 是簽的 即是說以後呢 沙特出口的石油 都是以美金呢 是做一個定價的 而換取呢 美國呢 就向沙特提供很多的軍事援助 保護費其實就是 是的 保護費 經濟支持 是 是 因為你知道 每個人當時都是需要石油 是 每個人都說 你全部都是用 DXY Dollar 來定價 那不就 令到大家怎樣 要儲存美金 是 我需要石油嗎 所以美金就做了很多國家的儲備貨幣 沒錯 所以形成了美元的霸主地位 是 還有呢 就是因為 大家都要儲存美金 所以呢 聯儲局發抄的制度呢 直到最後就取消了根本位 是的 不需要 是的 用GDP 其實是黑箱 黑箱 操作的 總之 不斷印 不斷印 就是用GDP 作為一個參考指標 其實來說呢 很多時候這段時間 其實近這十年二十年 很多人都懷疑著 美金是印多了很多 也都是 譬如說 十元美金呢 其實可能值是兩個多而已 但是因為 要石油美元的因素 或者美元的霸權的重點呢 就是大家都要儲美元 是啊 我需要石油嘛 變成呢 就 無形中呢 就將印多了的美元 就吸納了下來 做儲備 那才呢 美金去不停地印 呢 就不會出亂指了 嗯 現在呢 那大家說 沙特加勒伯 如果不用美元 進行石油交易的話 那它會怎樣呢 其實它之前都已經做了一系列的動作 去減少對美金的依賴 是啊 中國啦 俄羅斯啦 還有其他一些金磚的國家呢 它都開始試用它們自己本國的貨幣 本幣 去到做交收的 原來呢 截至2023年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數據顯示 全球其實已經有兩成的石油交易 是透過非美元的貨幣去結算的 那現在呢 沙國呢 加入金磚國家集團 和石油美元協議的終結 如果長遠來看呢 其實是加速了去美元化 嗯 就是很多的國際貿易 以美元作為結算貨幣 這一樣東西呢 可能呢 會出現一個比較大的轉變 是的 那就是說呢 美元以它作為儲備貨幣 兼貿易結算貨幣的地位呢 是會受到一個挺大的動搖 是啊 全球對美元的需求量是下跌的時候 那會形成什麼情況 大家應該略為猜到 你有讀過經濟都知道 是的 一個貨幣貶值 就是通脹急升 是啊 那怎樣呢 你是不是需要加息呢 就是利率要升到抵禦你的貨幣去貶值 另外一個貨幣貶值 你不存美元 你都不需要存那麼多美債 是啊 那你那個美債價格呢 可能一路下落 而呢 那個債息一路就是上落 這個可能是我們自己平時讀書 你以前都讀過的 那個情況 你這些經濟學理論 還實用過什麼博士學者 真的很簡單的經濟 其實經濟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你拋很多艱難艱濕的理論啊 名詞啊 沒有意思的 其實經濟就是一個投資行為 投資心理 那其實呢 最主要的關鍵呢 其實這個情況呢 說真的 我真的幾年前已經告訴大家 為什麼叫大家儲黃金呢 就是以防去到這個地步的時間 你想想 叫你們儲黃金的千一千二的時間 現在是二千三二千四 現在你發覺了 糟了石油美元可能不通了 那你現在儲還未遲 但是已經是差一倍了 再遲些的可能去到三千四千 是不是 因為呢 這個做法呢 其實是有跡可尋的 已經是 過去幾年已經部署著 第一就是說一帶一路的推行 金珠五角的聯盟 跟著就人民幣作為另一個可以替代石油交易的其中一隻貨幣 還有本幣的交易 這些全部都是衝著美元霸權來做的 那為什麼要衝著美元霸權來做呢 因為美國在過去幾年 真的無論在政治軍事上令一些盟友真的很失望 是啊 其實你很明顯就看到有很多事情 令到沙特想開始疏遠美國 是啊 疏遠美國是其一 觸發點 另一件事就是耳巴的情況 那其實原來很多的真面目呢 可以是 揭開肚皮這樣被人看到了 美國的真面目是怎樣 這樣的時間 越來越鞏固就是說 找一個替代品 不要再依賴美元了 因為也都是的 你會見到 美國制裁俄羅斯的時間 可以充公可以凍結他的資產的 那就是說 如果稍為 我和你美國的政見 有些不同的地方的時間 你知道了 中東那些 那些 那些油長 很多時候 得罪了美國佬的時間 都會怕被人制裁的 都會怕被人凍結和充公資產的 這樣的時間 會怎樣做呢 唯有就是 減低對美元的依賴 嗯 這個呢 日後 真的很政治性 日後沙特和美國的關係會怎樣 軍事上他們之前不斷都 互相合作 這樣會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沙特做了這個 一個比較真是很突破性的決定 我自己覺得大家要值得去關注 這個很長遠 我不會說 美匯指數會馬上散 不是這件事 絕對是一個很漫長而深遠的影響 你要看一下日後的國際貿易 我不是說石油的貿易 是國際上的貿易 究竟 現在以來是美元 有沒有削弱了的痕跡出現呢 這樣 那你又要想想 之前 那麼多國家去儲金 我大師說 那麼多央行去儲金 為什麼呢 你都要想的 即季一季他們都買的 曾經 那為什麼呢 他們當中有什麼盤算 我覺得是要想的 好了 接著你又要想起來了 美國 見到沙特這樣做 那會怎樣呢 其實昨天Sky Sir都失業了 我見到有朋友都說 Sky Sir覺得石油美元 如果靠不到的話 美國一定要找其他東西靠 拿到他們還要依賴美元的 那所以 他絕對不怕美國 會打回自己的芯片 那樣 因為他要搞AI 搞到一個AI霸權 搞到一個晶片霸權出來 那樣 你要我美國晶片 那當然要美金 那一種的 那當然 大家都是 你可以說陰謀論還是怎樣 那我覺得 聽一下這個意見都 都未常不學 美國不會坐視不理 這個呢 我會覺得 短時間 用來燈 Buy Time 是可以的 但是 長遠來計 其實你應該就是看了 其實美國現在 最糟糕的一件事 就是因為 它的生產線 不是那麼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 為什麼美國是成為 那麼重要 美元霸權的武器呢 就因為 歐洲就打到爛了 是的 是只有美國的生產線 作為全球主要的供應鏈 因為它一直都不參戰 是的 一直都不參戰 跟別人打到美洲 是的 它一直都不答應 一直都不答應 民軍 但是現在呢 你會見到 除了一些高端科技的東西 它都還可以維持到生產的話 其實很多中低端的生產 已經是外判了出去 所以 反而你會看到 全球的供應鏈 主要是 握在哪個手呢 就是中國 因為貿易也是貨幣的最重要的因素 以往這麼多次的 譬如說 主要的貨幣呢 包括就是 之前是英鎊 英國 跟著再之前就是荷蘭 荷蘭盾 200年前 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當地就是主要的貨幣 貿易的供應商 沒錯 現在來說呢 其實這個地位呢 已經被中國取代了 或者是 直接取代了 那你 所以見到 我們買 譬如說 這些國家 它真的 收人民幣呢 它可以用人民幣 買到中國貨 那這個就是貿易的來源 根本的來源 那所以 現在的美元的霸權呢 其實如果隨著 真的石油美元 這件事 越來越多國家 是 退棄了 不要不做的話呢 那 可能應該崩潰的時間呢 不會太久的 是 很緊要 我只是覺得很緊要 很緊要 這一宗新聞不能不提 即不可以不看 因為石油美元這個協議 影響實在已經是經歷了超過50年 你想都沒有想過 美元強了這麼多年 而立不倒 即它這麼厲害的QE 都沒有事 這樣印銀子 直升機派錢 都沒有事 即你會覺得 哇 很神奇的一件事 大家都還是信美金 信得這麼緊要 對美金 是沒有懷疑過 是極度信任 那這種情況 會不會改變呢 現在呢 其實你說信任 是 基本上呢 大的機構性投資者 大的央行 根本就不信的了 是你們那些盲無呢 散戶呢 還在那裡 一廂情願地覺得 是 美金大了的 是 這個很緊要 短線而言呢 我經常都會覺得好 這樣的時候 美國的貨幣政策 將會是 怎麼走呢 現在美金 一直有些強呢 是因為 息差優勢 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你見到 這次剛剛FOMC 都偏應 按大家的預期 那就是說 那個息差優勢 其實美金 都還是有些 它不應不行 在某一方面 就是說 它想 如果承托著 美匯指數呢 它都一定要應應 是呀 你沒有得夾的 但是 它在 面對著國內的經濟 高息環境 減了一年多 五年多 五年多 越來越多問題出現了 但是 又是不減不行 那現在究竟怎樣呢 我覺得它暗渡陳倉 有機會 它在買債的步伐 就是縮表的步伐 它就盡量填整一下 是 這個可以是其中之一個的手段 例如我少一點 就是之前我縮表會縮得勁些 現在的力度可能寬鬆一些 那就變相都叫減一下息 這樣 就是口它會很英的 它沒有可能 哇 它連這個息差優勢都沒有 美金就散了 散了 所以我都說了 美金崩潰是遲早的事 差點是快還是慢 還有沙特加一腳 現在越來越近了 嗯 我自己覺得這裡要看著 還有呢 說真的 美債式倒掛的情況 其實已經維持了很久了 其實反 其實已經怎樣說 很多經濟學人 經濟學家已經一地眼頸碎了 就是之前多數都說年半 倒掛了年半之後 美國就會衰退 是 以往是沒有一次不是的 沒有一次的經濟周期不是的 那這次是確是都已經由二二年 七八月開始 倒掛到現在 是 都未見 即經濟 GDP有實質的很厲害的衰退跡象 那大家已經覺得 哇不是嗎 是不是要打倒這個理論呢 要這樣 那兩年期債息和十年期債息 還是倒掛得這麼厲害的呢 如果你看回實體經濟呢 現在美國是真的很差的 嗯 但是呢 在數據上呢 就不是那麼差 為什麼呢 其實有很多事情呢 都有一些竅門在那裡 包括你 譬如說 你一路派錢 一路派錢來撐住經濟 嗯 那也可以呢 將衰退期拖遲了 是 那你說 其他的那些就業數據啊 那些 那些 那其實我們 都分析過幾次呢 關於美國就業數據的情況了 其實 他的就業人數 你說一下 失業率不下跌 但是他的就業人數是跌了很多的 嗯 那根本就是前後矛盾的 嗯 我不是說去造假 只不過呢 就不知怎樣呢 在化妝術那裏呢 做到一個化妝 其實比較最好注意 每個禮拜那個 申請失業救濟人數 真的可能花得七七八八了 是啊 還有還未找到工 那你 除非你炒股很厲害 哈哈 如果不是真的開始要 就是那個荷包開始真的乾乾的 是啊 那那裏要妄實 所以呢 其實美國的 現在的 具體情況呢 可以說就是千瘡百孔的 但是 表面就是風乾的 因為在大企業大公司 是 AI那個發展 一天千里 令到你看不到民生那邊的情況 但是 你說AI發展得好 那些大型科技股是裁員的 那些Ibank是裁員的 還裁得很厲害的 那你 一來一回的時間 是不是真的 代表是這麼好呢 對呀 我和方元談的時候 都說很多節省出來 是啊 炒人節省出來 節省到 EPS高 那又過到關 就是他們那個貴獨業績 就過到關 這個又是 的而且確是要看的 但是 他們看到一個表面就是 每股盈利OK 必得到 outlook好 那又升到 這樣 暫時下 這樣升到 只不過是短線的 基本上 你長線下去 始終 我經常都會說那句 醜富中 衰建家庸 你是醜的 就真的要醜的 對不對 那看一下未來情況 是怎樣 至於我們 港股 未來要看的 譬如下個 下個星期 六家咀論壇 是 大家經常都說 你開三中傳媒前 或者七一下 沒有星期日派之前 你就要看回六家咀論壇 因為六家咀論壇 中正監 政府主席全部都會出來 還有它的主題 都是講資本市場 怎樣發展 我覺得是重要的 有沒有什麼 新的消息出現呢 應該你的心態 不要想著 哇 六家咀論壇 或者遲些三中傳媒 有個政策 跟著那些東西 就可以炒上去 不是這樣 而是你會發覺現在 特別 譬如說今年來計 中國做的政策 先是穩定了內部的監管 跟著逐步逐步拆解 是要以長線角度為主的 好了 做好基本功的時間 我想到時候才會有些 震撼性的政策 是 去促進資本市場發展的政策 所以 反而留意著 譬如六家咀論壇也好 或者遲些三中傳媒也好 是 究竟在長遠的 宏觀的因素方面 怎樣做到利好著資本市場 而帶來一個好的效果 是很容易的 其實我經常覺得A股要搞活 怎樣 他這麼多限制 放就可以了 是啊 他不給 按不給做不給做不給做 他肯放就可以了 那一向都是 其實也是等於國防地產 是 他肯放就可以了 他肯放就可以了 不過現在的緊箍咒 就不要亂 不要更加大件事 然後呢 只要適當的時間 逐步放 他鼓勵你炒就可以了 是啊 說真的 A股一向都說 一放就瘋了 是啊 一瘋就死 一死就收 一收就散 是啊 那現在是什麼階段 現在不是收的階段 是他想放的階段 只剩下一個好的時間去放 是啊 還有呢 我想也都預了下個星期 可能真的 我不知道這宗消息 石油美元這宗消息 震撼性多大 嗯 但是如果出現震撼性的影響呢 應該就是大會會走過的了 嗯 這樣的時間呢 留意著這兩個星期 美股的情況 嗯 或者因為美股而拖累到港股呢 做多一次看的 嗯 還有我覺得要看美國官方的反應 是啊 他現在沒有聽過 不知道 沒有聽到他有什麼回應 一定有人問 這麼緊要 對不對 這個絕對要看實 我們呢 不如休息一下 好啊 為什麼我們這麼遲都不會休息呢 因為Barbara會上來 等一下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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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